一故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話 習近平真的聽進去了嗎 八月二十二號是鄧小平一百一十八歲名單 中國網友相繼在社群媒體貼文 緬懷他立足改革開放 但同時暗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倒車 被離鄧小平的路線 退回毛澤東時代 只是相關貼文都被刪光 網友懷念鄧小平不搞個人崇拜 透露出對習近平的不滿 也代表民眾對目前中國經濟的絕望 也因此主導中國經濟的李克強 扳倒習近平的說法 近來傳得沸沸揚揚 加上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 李克強不只是第一個現身的高官 還到深圳特地向鄧小平同向獻花 似乎很懂得民意走向 媒體開始分析李克強高調現身重申改革開放 是否代表接下來習下立上成定局 但也有消息人士直言 立上習不下可能是機率最高的劇本 李克強可能會接任總書記一職主管黨政 習近平則留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主管軍權 為的就是要在第三個任期解決台灣問題 三新聞 楊海鎮報導